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就会有非常多的同类综艺 当然要是单纯跟观众群体的话 我认为现在的综艺党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每年依然在倍速增长 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说 玩到三季的时候必须要有创新 要不然就很容易走下坡路 大家都知道天赐的声音这档音综 是靠吵架出圈的 前两季基本上只要有飞行音乐合伙人出场 那必定会遭到声音鉴赏团的毒舌点评 话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好脾气 当大家认真演唱被人批评之后 必然会有人站出来反抗 你以来我以往 音乐人和乐评人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每次都能登上热搜 节目的收视率也是随着一切水涨缠高 从去年的后半年开始 综艺节目要求去娱乐化 必须有正能量的输出和宣传 为了迎合这个要求 很多综艺节目都受到了影响 或许有些观众说了 天赐的声音是音乐综艺 又没有娱乐 有什么影响呢 说实话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因为吵架已经无法上热搜 即便在节目中 吵翻天也不会上热搜 换句话说 现在连顶流明星 结婚离婚等等都上不了热搜了 更别说是综艺节目的吵架场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期节目开播之后 前几期声音鉴赏团 可谓是各种挑刺 变着花样的找茬 然而几期过后 毒舌点评的声音 几乎是没有了 每期节目都是一片祥和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难道是声音鉴赏团的老师 他们变了吗 还是说 这几期来的飞行音乐合伙人 实力就是强了 我觉得 还是节目组看到了 吵架带来的收益 不成正比 与其这样 真不如给声音鉴赏团 积攒点好口碑呢 当然 我觉得节目组 在这一期录制之前 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为了能够让节目 不靠吵架也能有热度 节目组这一季请到了周深 盖 张碧晨三位常驻音乐合伙人 纵观整个圈子 这三位歌手的流量 还是相当高的 毕竟他们经常活跃在各种综艺节目当中 而且表现非常圈奋 在这里 我想做一个小调查 有多少人是因为周深 盖 张碧晨三位中的其中一位 来追这档林宗的呢 尤其要说的是周深 从节目开步到现在 他贡献了太多搞笑的名场面 不瞒大家说 我现在都是把这档林宗 当成搞笑综艺来追的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当张碧晨说揪心的时候 周深说 湖南话叫他的名字就是揪心 每说一次都觉得是在Q他 周深等于揪心 这个梗还是非常搞笑的 说完常驻音乐合伙人 咱们接下来再来聊一下 飞行音乐合伙人 毕竟这个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赐的声音 第八期反差大 一人被宠坏 一人被带飞 还有两人被坑惨 第一 米卡 如果要是说到选秀 那最惨的应该就是去年的那一批吧 随着养成类综艺全面叫停 那批成团的选手 处境并没有太好 米卡是去年的第四名 人气和业务能力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次能来参加天赐的声音 也算是一个成团后 可以展示自己的好机会 在这次的节目中 米卡选择了和周深合作 两位这也算是在许师生员 让人看了之后非常温暖 大家都知道 周深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歌手 在本季的节目中 不管是谁遇到问题 他都会站出来帮枪 比如吉克俊逸 张碧晨等等 这次面对自己的学生 米卡 周深更是把对方宠坏了 周深这次选择的是一首英文歌 City of Star 什么原因呢 相信大家也是猜到了吧 因为米卡是外国人 她的中文没那么好 虽说很努力 进步也很大 但总归还是不标准 如果要是唱英文歌的话 米卡是非常拿手的 也就不会有发音不标准 咬字不清晰等这些问题 被人吐槽了 相信大家还记得 声音鉴赏团的良员 曾经说过张子宁的咬字 要是这次米卡唱中文歌的话 肯定也是南逃独舍点评的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点评她的中文发音 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还会让米卡本人 徒增烦恼 为了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周深直接迁就了米卡 把对方保护得相当到位 除此之外 周深在这次的舞台上 还陪着米卡一起 跳了一段小舞蹈 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 大家都知道 周深是很反感跳舞的 因为她根本没有那个天赋 四肢太僵硬了 但这次却为了米卡 尝试了突破 看来这期节目之后 我真的很想说米卡这次真的是被周深宠坏了 第二 戴燕妮 戴燕妮已经出道多年了 而且换过好几个团 但她却一直没有什么名气 在这次的选择中 戴燕妮选择了和张碧成合作 她真的是选对人了 张碧成和戴燕妮合作的曲目是 你是我的步路 戴燕妮直接被带飞 当唱完这首歌曲之后 全场真的是一只好评 从常驻嘉宾到声音鉴赏团 真的是画是夸赞 当然更让人开心的是 这首歌最终成为了本期的推荐金曲 对于戴燕妮来说 这绝对是值得兴奋的 因为这就意味着 她的声音会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 戴燕妮这次是真的应该感谢张碧成 她自己也说了 要不是张碧成的话 她肯定不敢尝试这样的曲风 这些年来 戴燕妮一直走的是甜美风 这次张碧成算是给她解锁了另一种可能性 而且从最终的效果呈现来看 这个忧郁峰是要更合适戴燕妮的 第三 锤娜丽莎 很多人认识锤娜丽莎是因为搞笑 但其实她是一名歌手 而且是科班毕业 唱功相当了得 在这期的节目中 锤娜丽莎和李子婷唱了一首怪兽 非常可爱 有趣味的一首歌 在唱完之后 两位想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胡彦斌 为了能够成功 锤娜丽莎还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过往经历 按照正常逻辑 胡彦斌听到这些故事之后 露出意外 是会选择锤娜丽莎的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为了表达自己想和胡彦斌合作的真心 锤娜丽莎直接拒绝了张碧成的邀约 我相信锤娜丽莎 当时的想法应该是势在必得的 谁承想 胡彦斌却是一个没得选 锤娜丽莎这次 真的算是胡彦斌被坑惨了 她肯定是特别后悔 因为她浪费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锤娜丽莎要是选择张碧成合作的话 她肯定也能把 你是我的布鲁这首歌唱好 那金曲应该也是十拿九稳的 但她怎么都想不到 胡彦斌宁愿不选也不乱选 第四汪小敏 汪小敏是天气的声音的常客了 而且上期节目也在 这次汪小敏和米卡合作完之后 一起选择了张碧成 没想到最后张碧成是选择了米卡 其实张碧成的心理是想选汪小敏的 要不然也不会在题板上写下小敏最棒 那么张碧成为什么要选汪小敏 却又选了米卡呢 这就要怪胡彦斌了 张碧成解释说 可能女性理解你 那句话有边差 我也以为你就是要和她拿进去 我就觉得你一定会抢她 所以我才选了米卡 那么胡彦斌到底说了什么呢 在汪小敏唱完之后 胡彦斌开玩笑说了一句 没拿到金曲不准走 正是因为胡彦斌的这句话 汪小敏和张碧成两位都误会了 汪小敏这次真的被胡彦斌坑惨了 要不然就能和张碧成合作了 张碧成和汪小敏是两人互相欣赏的 在节目中 汪小敏成也多次夸汪小敏的声音 唱得很让人揪心 作为观众 我真的想说 张碧成的声音更让人揪心 要是这两位揪心的实力派 唱将一起合作的话 相信肯定能碰撞出一个极其完美的作品 你是我的步鲁是很忧郁的一首歌 也可以说是很揪心的一首歌 如果这首歌要是由张碧成和汪小敏合作的话 同样相信可以拿到金曲 而且估计效果会更好 不管怎么说 垂纳丽莎和汪小敏这次 都是有机会和张碧成合作的 但他们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从这几期的节目可以看得出来 张碧成选人的范围还是相当广的 只要他听到声音好听的就会直接选人 根本不会考虑是不是有合适的歌曲 或许正是因为张碧成这样的性格 所以他才能唱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吧 感谢观看